占上体重计还有量身高 开学后小朋友少不了健康检查 但暑假吃饱喝足 不规律运动容易造成肥胖 影响无力发展 妈妈带着学龄的孩子 求助小儿科门证 根据统计去年的肥胖比率 光是国小生就占了14.9% 国中生也有16.8% 相较之下增加将近2% 肥胖除了容易心扫熟 还可能对身高造成影响 所以他们通常肥胖的小朋友体格会很高 可是实际上因为他古龄可能已经超前2到3岁 所以他实际最后的身高其实会提早不长高 最后成人身高是比较矮的 有四成的家长认为 孩童生长期在13到15岁 而且人有5年以上的成长时间 女生大概8到10岁左右 男生大概11到13岁 其实大部分小朋友就进入青春期 所以会建议家长这个时机点的小朋友 就一定要带到门诊去评估 过去家长判断身高发展关键 都是透过第二性诊的出现 但此时的生长版已经快要闭合 有些家长想迎在起跑点 急着在青春期前给孩子吃转大人药 是对的吗 还没有真正进入青春期的小朋友 他去吃转骨 有时候可能那个配方里面 还是会让他的那个骨铃超前 甚至影响他最后的成人身高 因素缓缓相扣 实际上孩子的黄金时间有限 骨铃和生长版都相当重要 那我们医师会以这个生长版的 这个缝隙宽度去评估 他现在骨头的年龄 男生大概进入到16岁 也就是整个青春期结束之后 你就会看到他这个生长版的缝隙 都已经完全密合 所以黑色那个线就会不见 等于他这个身高就没办法再长高 已经是成人的身高状态 一旦生长版密合后 无论使用药物或运动等外来刺激 都不会长高 作为父母要定期观察孩子的身高 才不会错失成长黄金期 同时要搭配均衡饮食 足够的睡眠和运动 才是长高的不二宝门 谢谢林玥婷 侯正伦 新北市报导